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丘围棋教室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2015年围甲联赛当中的一旁棋 对阵的双方是柯杰和唐伟星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 柯杰直黑先行,白棋是唐伟星 黑棋星小木,白棋二连星 黑棋小飞手脚,白棋挂脚 黑棋小飞,白棋小飞进脚 那么黑棋在这里也没有硬 先挂到左上角,白棋就简单的小飞 看上去黑棋的布局速度非常的快 黑棋马上加工这里的白棋 白棋小尖,黑棋尖顶,白棋挡住 黑棋断,那么这个定势呢 白棋最顽强的下方是扳出来 白棋连接 然后呢黑棋争斥这个白棋 最常见的下方,白棋要在这里拆一个 给这个白棋达到一个引征的效果 那么这盘棋呢唐伟星没有在这个引征 直接加工这个黑棋 也是要率先破掉黑棋上方的模样 那么黑棋呢也没有在这一带拆边 因为这里有引征的原因 黑棋在这一带行棋会收到牵制 所以说黑棋非常稳坚的补了一个 白棋 拆边 黑棋挂脚 白棋单关手朵 黑棋拆回去 那么黑棋拆在高路也是要照应下右边黑棋这个模样 这个时候前盘产生两个好点 一个是拆二 一个是上面的肩底 那么唐伟星呢选择了这个肩底 当然黑棋要在这一带行棋扩张这里的模样 本手是拆二 但是呢被白棋这样跳起来或者飞起来 那么这里的黑棋将受到压制 所以说克杰在这里直接坚冲了这个白棋 要最大效率的扩张这里的模样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先靠了一个试一试黑棋的硬手 那么黑棋扳住 然后呢白棋往上吵 因为白棋在这一带留下一个活棋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就不肯在这里吵 那么这里一活棋 那么这一带显得太狭窄 所以说黑棋在这里直接扳了上去 白棋也没有好的选择 直接切断 双方啊在下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黑棋当然吵白棋吵 然后呢黑棋跟着演唱 双方啊很快的在下面走了一个大风车的形状 白棋当然要跳 要补墙下面 那么这时候不要跳在上面 被黑棋这一压呀还是先手 所以说白棋的本手不在三路 黑棋非常紧凑的跳了一个 开始对这两个白棋赶快进攻 这时候这个白棋暂时不敢动 白棋呢出错了这个 黑棋力是本手 但是呢白棋在这一带将会有很多的利用 所以说黑棋非常稳健的连接 那么白棋可以拆 但是呢总感觉到 这一带呀因为黑棋露着风 效率非常的低 所以说白棋也不愿意往这个方向上行棋 于是跳了起来 黑棋小飞这是形容的要点 瞄着白棋这里的冲段 白棋在这跳了一个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小飞 黑棋跳 看上去这个小飞更加紧凑 但是呢毕竟黑棋这里会遭到白棋的冲段 这一带黑棋还是有毛病 所以说黑棋堂堂堂堂堂的跳了一个 也是要兼顾一下这里的冲段 白棋把这两个字连接回来 这树棋非常的大 而且呢将来白棋一靠押 这里有斑 这里的眼形啊非常的丰富 那么黑棋飞照这里的白棋 白棋飞一走 这里的白棋暂时已经安定 现在走出这个局面啊 白棋的时空还是不错的 那么黑棋如何发挥中央这些黑棋的威力 也决定着本盘的走向 这个时候黑棋把这个字尝了 白棋的奔锁是柴尔 但是呢将要遭到黑棋的这种点压的手段 这里的黑棋非常广阔 所以说白棋选择了跳出来 黑棋飞 白棋从下面搬了一个 也是消除掉这个三三的这个味道 这时候黑棋没有搬 白棋马上就接 黑棋接住 白棋这有一个家 那么黑棋这一带还有毛病 那么黑棋呢也没有办法对这三个子发动进攻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没有先搬到这里 而是呢从这里靠了下去 要把这里走后 白棋搬回 如果黑棋退的话 那么白棋继续爬一个 那么这一带的黑棋啊 时空啊损失啊非常大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在二路扭断白棋 这也是局部的手机 白棋如果从上面反打 那么黑棋就尝出来 白棋连接 那么黑棋就尝到脚上去 这是白棋不愿意看到的下方 那么在脚上把白棋损失啊比较大 所以说白棋也没有好的选择 只能选择打吃 那么黑棋呢可以通过这一带的西安手 把白棋封进去 那么当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会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最常见的这个打吃 一个呢是从这里反打 假如黑棋从这里打吃 白棋选择提掉的话 那么黑棋再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这一退 他有西安手的味道 将来啊 黑棋这里要尝到脚上去 白棋在这里他不肯被黑棋这里利用 所以说就在这里连接了一个 那么从目前的局面下 黑棋还是看上去从这里反打比较好 白棋如果出动这个白棋 那么黑棋打吃 白棋往上尝 黑棋可以顺势尝到脚上去 那么这个脚啊损失啊非常大 那么 黑棋这个反打啊 白棋还是要把这个子吃掉 那么黑棋啊 再从这里打吃白棋 白棋要连接 黑棋这一退 那么这个退啊 刚才说过 有西安手的味道 这个西安手啊 非常的重要 实战呢 黑棋选择了上面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打吃 白棋 提掉 这个时候黑棋搬了一个 白棋接住 黑棋不得已 这个地方不能被白棋断打 所以说 接了一个 但是呢 看上去这里的黑棋比较厚实 但是呢 毕竟落了一个厚实 这个时候白棋抢博了全安盘最大一个要点 这里的时空啊非常大 而且呢 这个地方还有大路 那么走出现在这个局面啊 白棋已经啊 在时空上取得了领先 所以说黑棋啊 开始对这些白棋展开了进步 这个时候 唐伟星这个肠 是本局的问题数 当然 黑棋这里不能冲 白棋切断 黑棋 如果压住这两个白棋 白棋这里一横顶 我们就发现 黑棋这里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可能在这里啊 唐伟星啊 没有计算到 黑棋这里有一个小尖的手机 这手切太锐利了 白棋也只有切断 黑棋马上一虎 白棋 挡住 黑棋这里切断 白棋 接住 黑棋再一冲 我们就看到 这三个白棋 已经死掉 那么黑棋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么当黑棋加的时候 白棋是长的 那么这是问题数 那么这手棋 本手是应该搭 黑棋如果再冲 那么白棋选择 从上方打吃 那么这里白棋的眼型啊 还是非常丰富的 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这样下全盘啊 还是一盘非常漫长的棋 实战 白棋从这里尝 黑棋小尖 白棋挡住 黑棋一虎 白棋挡 黑棋切断 白棋连接 然后呢 黑棋冲吃这三个白棋 这三个子死掉以后啊 这些白棋还没有安定 所以说白棋打吃一个 黑棋连接 白棋拐出去 黑棋从下面飞了一个 白棋这里也没有冲 直接挡了一个 黑棋 振住这些白棋 要整体的进攻这些白棋 那么现在这树棋啊 上面这两个白棋 还没有安定 被黑棋接住以后啊 白棋还需要做活 那么这两块白棋 遭到黑棋的进攻的话 将非常的严厉 这个时候 唐彬星啊 可能是受到了这三个子 被吃的影响 白棋选择了 拆变 也想啊 高效率的 把上面两个子先走强 但是呢 这手棋是本局的败招 那么白棋这里是家 稳稳当当的保证这里的活棋 同时呢 再安定这里的白棋 当白棋拆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非常敏锐的一点 这些白棋啊 马上就失掉了眼位 白棋这里不能挡 黑棋一顶 这里有渡过 这里有冲断 这些白棋啊 非常的苦 所以说实战 白棋还要从这里挡下去 黑棋这一顶是好奇 当然白棋不能让黑棋 从二路渡过 也只有家 黑棋靠出来 马上这里产生挖断 白棋还要连接 然后黑棋一说 双方经过上面的战斗 这两个白棋完全被分断 黑棋平白无故的在这里产生了很多的失控 那么这样白棋的局势急转直下 白棋这个时候在这冲了一个 要在这一带寻找一下头绪 白棋一次 黑棋呢就稳健的接触 这时候白棋不敢出动这两个子 所以说要在这一带遣消一下 黑棋就后世的当中 那么这里变后以后啊 这些白棋还没有安定 所以说白棋唬一个 黑棋呢就后世的顶在这里 保证啊这里的失控 这个时候白棋扒了一个 黑棋呢没有冲断 而是又把这个子啊连回去 还是要整体进攻这里的白棋 白棋只好就地做火 扑了一个 黑棋打吃 白棋一挤 当白棋挤在这里的时候 那么白棋这有吃黑棋的肩不归 那么这里呢有吃掉这个子 那么白棋完全的成活 这个时候黑棋又冲了下去 白棋渡过黑棋打吃 白棋接触 黑棋退回来 那么这两个子完全死掉 这里的失控啊 非常的大 白棋又跳了一个 因为这些黑棋气比较紧 将来啊白棋还有在这一带 利用的手段 所以说黑棋就稳健的小尖一个 现在局势啊白棋已经落后 所以说白棋选择了打入 这也是全盘唯一的搅乱的 棋局的一个地方 当然黑棋不能盖住 被白棋退回去 下面的时空啊非常大 那么在这里呢 克节下的也非常的严厉 先刺一个白棋只有接住 然后呢黑棋 再压住 白棋 哇 黑棋打吃 白棋从这里反打 黑棋提掉 白棋连进 那么在这里呢很显然 白棋的意图啊就是要把这两个子啊给吃掉 如果直接出动的话这两个子啊气比较紧 所以说克节在这里下出一步非常绝妙的一个靠 这手切太漂亮了 白棋如果挡住 黑棋这里有一次 白棋这里不能冲 黑棋切断 白棋如果切断的话 黑棋这里有一个先手打吃 那么这三个子就死掉了 那么白棋在这里最顽强的抵抗是顶住 那么黑棋冲 白棋如果切断的话 黑棋顺势就从这里冲下来 当黑棋靠的时候 白棋这里不能挡 如果退的话 那么黑棋将会跳在上面 白棋如果冲断 黑棋冲 白棋切断 黑棋这里打吃一下 白棋接住 然后呢黑棋先手封锁这里的白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这里的黑棋已经成空 那么这里的黑棋成空以后 白棋的局势也没有好转 所以说白棋在这对这个靠啊 就进行了最严厉的下方 扒在上面 黑棋跳一步 白棋这里还是不能冲 还是要煎饼 黑棋冲断 白棋最顽强的尝出去 那么黑棋一路的冲了下来 黑棋继续冲 白棋 这个时候黑棋接住 那么这里的黑棋啊 气比较长 将来这个冲断显得非常的严厉 白棋也没有好的办法 只好连接 然后黑棋一飞 要和这三个白棋进行杀器 看上去白棋这个一路斑啊 可以渡过 但是呢 黑棋这里有冲 白棋一掌 黑棋这里小尖 白棋这里要护住 保护这个断点 那么黑棋这里有一个倒虎 非常的奇妙 这里马上就要扑进去 白棋接了以后这里 马上就要做活 所以说走成这样啊 白棋啊 这个一路度过 不成立 这是白棋选择的冲 黑棋立一个 白棋再冲 黑棋 搬主 那么这些黑棋的气比较长 所以说白棋不得已 还得收紧黑棋的气 黑棋一冲 白棋 度过 这个时候 克棋走出了本盘 最后一个胜招 跳了一个 这手气太妙了 白棋如果收气 黑棋就接 白棋呢 在这里点的时候 黑棋这有个打吃 白棋接住 黑棋扑 白棋提掉 然后呢 黑棋从后面打吃 白棋立街 那通过这里 可以提掉白棋 当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不得已 还得保护这个断点 然后黑棋再一呼 马上就产生这个扑斥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这里的白棋完全失败 那么这盘棋 当黑棋跳到这里的时候 唐伟星就已经投资认输 好 这盘棋 克杰以精彩的手机 战胜了唐伟星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